好 繼續大白話 這個高強市長韓國瑜的用人 好像又引發爭議了 我們前面在討論吳一寧 吳一寧一直說 他有人講說 他是鄉公所的小職員 搖身變成北農的總經理 他說他的什麼 他爸爸是資政 還說什麼他是作家背景 不懂怎麼賣菜 其實我覺得大家對他的質疑 不是他的過去 不是他的爸爸 也不是說他從基層開始 質疑的都不是這邊 而是他坐上這個位置之後的表現 你不會看報表 你是高級實習生 大家最不能接受的 其實是他之後的表現 所以你在看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不是在看他的過去 是看他 比如他擔任一個工作 他到底符不符合這個職位 以及他上去之後 到底有沒有做好這件事情 努力做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有一個最新的 高雄市人事上的爭議 就是有一位叫夏昭麗的 他是擔任高級的監察人 可是被這個民進黨的議員發現說 他以前在一間叫做 這個雅燕招待會所裡面工作 就會聲會影 說這個好像是類似 八大行業這種概念 但是其實你認真的把 這個雅燕招待所的照片 影片好好看過一遍之後 你就會覺得他跟我們印象中 那種八大行業的招待所裡面 其實好像有點落差 你先來看第一個 他們說他們喜歡說 有邀請熱愛高爾夫球的朋友去 所以他們其實是有一點高檔 你看到這邊 吃的 很像是吃的是比較重點 而且他們有很多活動 其實都有讓這個新聞媒體 去採訪 一般如果真的是 八大行業的招待所 看到媒體嚇到都死 門都關起來了 根本是非常神秘跟低調 當然不是 我覺得他其實比較像是 比較高檔的club跟那種 就是比較高級的聚會的地方 那夏招立本人的資歷 他是高雄文早的英文系畢業的 他精通英文 所以他就在這個招待所裡面 他是專門接待外國的貴賓 他還甚至在科技大學教過英文 他也在高雄的螺絲工廠裡面 有負責國際的貿易業務 所以他說如果以後 他要當高捷的監察人 他對看這個高捷的財務報表 對他來講不是問題 至少這一點比吳一寧強 這一點就比吳一寧強 吳一寧當總經理 連財務報表都不會看 那這一個招待所 他說他後來關掉了 為什麼關掉你知道嗎 因為以利益休 害他們這個逃避 那他辦過哪些活動 他有50位富二代的聚會 然後有法拉利車隊的聚會 高爾夫球的聚會 然後還招待過 馬爾少爾群島副總統跟總理 所以他跟我們一般印象中的 這個八大行業 感覺聽起來好像有一點不一樣 那這個部分 韓市長他有特別講 他說用人標準 他只看三件事情 有沒有前科 現在有些官員是有前科的 他至少這個人是沒有的 那我不是說高雄市政府 然後專業要有 他專業他會看報表 他英文能力也強 他也懂得經貿相關的一些背景 那專業我覺得勉強還可以 熱情夠 他覺得這個人非常熱情 那未來的表現 就大家來監督 有目共睹 但是他說個人以前做過什麼 這個就由他個人來回答 還有人扯到說 好像有一個是他的男朋友 是他的浮選大將 好像是這一個人 是他的浮選大將 可是我覺得那個 因為畢竟 畢竟這個浮選大將 沒有在他的團隊裡面 等一下 我補充一下 這個所謂高級的監察人 並不是像吳亦寧這樣 有年薪250萬的 他是好像每次開會 無幾職 然後每次開會有車馬費 這樣子而已 對 所以應該說 不算是什麼一個 這個非常賺很多錢的職務 對不對 不是一個很肥的職位 所以這個 你說他有爭議 我覺得重點是看之後的表現 沒有前科 然後專業背景符合 那為什麼要因為他過去 在所謂的招待手工作 然後就要覺得 用放大鏡來檢視 我覺得其實這個部分 是可以不用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 高雄市長韓國瑜 跟行政院長蘇貞昌之間 好像今天又交鋒了 一起來看看 當家方之才米貴 那韓市長現在做市長 他就知道實在很多事情不簡單 對於高雄市我們給他的經費 中間如果有不適當的地方 我們也都會點出來 也希望錢花在島口上 因為這都是人民的納稅錢 中央也不會當凱子 這句話好像話中有話 任何一個縣市長都是一樣 面臨到市民朋友的需求 柴米油鹽 降注茶 這個每一件事情要解決 都要全力以赴 我們本來就要自力自強的 那如果說 我們的高雄市財政很困難 需要行政院幫忙補助的時候 希望行政院能大力的 幫忙高雄建設 那如果用凱子兩個字 我感覺了 這個語帶嘲諷 應該行政院蘇院長 不應該用凱子這兩個字 所有申請行政院的幫助 高雄的建設跟補助 都是為了高雄的需要 好吧